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介绍新股 圣诺医药 编号2257 招股价定在65.9-72.7 每一手50股 一手入场费3671.3 招股日期会在12月20-23号 安排会在12月29号30号上市 市值大约58-64亿 集资最多4.97-5.48亿 保健人会是中金香港和花旗 再给大家的资讯 新股上市之后 股票暗值能达到50% 扣以这个新股怎么看 以下是门建议的评级 中长线投资4个星 投机3个星 在片尾会再解释一下 至于认扣策略 根据我们公司新股部门 他们建议的认扣策略是 Magine Rungle 那接下来我们将为大家 介绍一下公司的业务 生肋医药在2007年成立于美国 是全球最早聚焦LNA疗法的 生物指药公司之一 公司自2008年开始在中国建立研发中心 和产业化基地 之后又陆续在香港加州 波士顿和北京建立了其他的业务职能部门 公司现在主要针对肿瘤 纤维化病毒感染 和肝脏代谢类 可以植病开发RNAi和mRNA的药物和疫苗 那目前为止呢 公司研发管线拥有超过10种的候选产品 是印证覆盖肝癌 肝纤维化 获得良好2A期临床结果的国际制药企业 目前RNAi疗法的主要全球参与者 仅有Alnylam以加油产品实现商业化 其余RNAi企业都仍处于临床研发阶段 但在这些企业中 圣诺还是比较有优势的 因为它革命性的建构了全球领先 且专有的药物倒入系统 PNP地送平台和Galnec RNAi地送平台 与传统的LNP和Galnec地送平台相比 PNP技术具有毒性低抑制造 即可出达多种把器官以及肉干细胞类型的显著优点 且同时适用于局部给药和全身给药 而其他同行企业则大部分都是依赖Galnec地送平台 其涉及的专利保护非常有限 且风险较大 公司拥有独有领先的递送平台 使它能够突破常规RNAi适应症的限制 加长产品管线 同时更信达军食等多间在国内外知名的药体 展开合作 推动多个项目的研发进展 以及全球商业化布局 此外 申诺透过子公司 开发了mRNA疗法及疫苗的研发管线 完成了针对Omicron新疫苗的设计和剧烈优化 正在加速推进针对Omicron的新一代mRNA疫苗的研制 纵观整个RNA疗法的全球市场 市场规模预计将有2020年的3.61美元 以业450%的年孵合增长率 增长至2030年的251美元 其中RNA疗法应用于常见病及肿瘤瘸的市场规模 将占总市场规模的54% 中国RNA疗法的市场规模也将有2022年的月400万美元 增至2030年的30亿美元以上 财务方面 因为公司尚未有产品销售产生任何收入 目前为止仍属于亏损状态 于2019年2020年及截至2021年9月30日至9个月 分别录得净亏损总额1700万美元 4600万美元及5000万美元 净亏损主要因为研发开支 以及行政开支而导致 从投资角度而言 因为公司作为有望季Onylum之后 在美国和中国刷新实现RNA产品的商业化 我们给公司四颗星的评价 而投机方面我们给公司三颗星的评价 因为公司的产品还处于研发阶段 我们两位都是证件会的持牌人士 以上内容纯属我们个人的观点 并不构成任何的投资邀请 投资者投资之前 必须衡量个人的风险承受能力 艰难新谷持续走热 听说汇丽有专属打新账户 你开户了吗 现在我们有提供线提供我们的网上开户系统 你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 或者是登入我们的官方网站 简单几个步骤就可以完成开户了 首先填写自己的相关资料 提供相关的证明 还有审查一定的风险 还有我们最后经过一定的审查 你就可以完成开户的步骤了 最后我们还有38元的号参 提供给打新的专属客户们 然后你可以在五万元里内 然后就可以有享受我们的免薪等等 那对大任新谷同时有九成九五成 也都有提供 加入规律广上开户 就可以进行我们的新谷打率了